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我妈总念到谁家孩子大学毕业后, 留在外地不管父母, 白养一场之类的, 让我别学那些没良心的东西。 我爸也说, 我跟你妈眼见着一年比一年老, 你哥离那么远是指望不上了, 我就盼着你回老家这边工作, 隔三差五地能见见就好。 最终,我选择了回家乡找工作, 第二年考上镇中学当老师。 我哥嫁出去后只回过两次家, 我只当没这个亲人, 我爸也说这辈子就当没生过儿子, 我妈却时常惦念。 我结婚三年后就离了, 对于出轨的男人我选择零容忍, 女儿判给我。 我妈对于我留下女儿有很大的怨念, 她说这样我在想找个条件合适的男人很难, 找有孩子的给人当后妈, 别指望老了会照顾。 可我根本没想过再婚, 一辈子遇到一个渣男就够了。 我以为日子会在我妈的絮絮叨叨中度过, 不算平静, 但也不会再起多少波澜, 但我错了。 修高速占房占地的消息传开后, 我哥带着媳妇儿子在不年不节的日子回来, 还带了不少礼物。 吃过饭闲聊一阵, 我爸妈带着孩子出去后, 我哥立刻转到正题, 东音, 我跟你嫂子是请假回来的时间不多, 咱们商量一下政府占地赔偿的事。 我心底痴笑, 面上淡然, 钱还在政府账面上呢, 你要怎么商量? 你这是什么态度? 她脸色一沉, 我也姓赵, 是爸妈的亲儿子, 房子, 土地都有我一份, 爸妈那份攒两平分, 你想独吞是不是太贪了? 我点点头, 要平分财产我没意见, 那赡养父母的义务是不是也该平摊? 你要接爸过去, 还是妈? 还有上次妈生病做手术的费用, 也算一下。 在农村嫁出去的女儿, 是没有资格回娘家分财产的, 她入赘跟女人出嫁也是一样。 我懒得为这点钱争吵, 但凡是讲个宫廷, 她想白占好处做梦去吧。 东音, 爸妈在一起过了几十年, 临老你要把他们分开不合适吧? 嫂子李婷插话说道, 说白了不就是只要钱不想养老人呗? 还扯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恩了一声, 嫂子说的也有道理, 你跟我哥一个是白领, 一个是小老板, 收入远超我这个小镇老师, 不如请个保姆照顾爸妈, 再过几年送去养老院, 病了去医院什么的, 花多少钱我们也平摊。 我哥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 赵东音, 我是你哥, 婷婷是你嫂子, 你跟我们说话就这种态度, 我也火了, 你想要什么态度? 七年回来两次, 妈病了给你打个电话, 生怕我跟你要钱哭穷, 跟我扯什么房贷车贷, 你家的房子车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那是你亲妈, 你管过吗? 你工作忙, 连个看父母的时间都没有, 你是国家元首啊, 不指着你拿钱孝敬他们, 哪怕就过年回来看看, 有这么难吗? 他被我对得一张脸红红白白, 自觉落了面子, 嘲讽地看着我, 就你这臭脾气, 难怪你前夫出轨, 是个男人都厌烦。 海老师呢, 就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不知道教坏多少学生。 我忍无可忍, 站起来指着门口, 赵忠义, 要么就黑纸白字写明白赡养义务, 要么就带着你宝贝媳妇儿子滚出去。 这栋房子是爸妈盖的, 不是你的, 你没有权利粘我。 他气冲冲地往外走, 我跟你扯不清楚, 让爸妈回来跟你谈。 就这种态度谁都没得谈, 我以为爸妈会站在我这边, 或者说至少我爸会。 东音, 你哥在那头日子也不好过, 我跟你妈商量了一下, 房子跟田地算下来, 估计能赔个两百多万, 钱到手了, 给他分八十万, 多的他一分也别指望。 我爸皱着眉头说, 我妈也说, 你站大头, 可别再跟你哥吵了, 传出去多难听。 再说, 你爸还时不时帮人做点手艺活, 补贴家里, 我们还帮你带笑笑, 好处都是你得了。 爸, 妈, 这不是分多少钱的问题, 是他的态度。 我又气又难过, 什么叫我得了好处? 一笔钱撕开了所有人的嘴脸, 凭什么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就因为我是小的, 就因为我舍不得他们老两口, 孤孤单单地在老家。 到头来, 我连一句好话都不得。 我妈气道, 你嫌他态度不好, 你也不想想自己说的是什么话。 为了点钱, 你要把我跟爸分开, 你掉钱眼里了。 是, 我贪财, 就想把着这笔钱呢。 我自私自利, 还是个不孝女。 妈, 你满意了吗? 我越说心越凉。 她指着我, 半天说不出话来, 要不我跟你爸现在就拿刀抹脖子, 家产都留给你, 都是一个妈生的, 你怎么就见不得你哥一点好呢? 我爸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怨你哥这几年不顾家, 我也怨。 可他始终是我儿子, 你就当体谅体谅我跟你妈, 成吗? 你们这是在逼我,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补偿款什么的, 你们自己决定吧。 我回房里抱起女儿连夜离开,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 觉得这个家让人透不过气。 之后一个多月我都没回去过, 也不知道我哥他们是什么时候回的上海。 我爸给我打电话, 我也只问问他们身体好不好, 三两句后就是沉默。 学校放寒假几天后, 我爸来找我, 他苦笑一声, 为这点钱一家人闹得跟仇人一样, 没意思, 是挺没意思的, 所以我不闹了, 决定权在您跟妈那儿。 人老了就是招人闲, 往后你想回家就回去, 不想回我们也不念叨。 钱的事等落实下来, 我跟你妈就留十万养老, 剩下的你们平分。 我眼眶发红, 赌气一样说道, 我一分不要, 你们全给我哥也好, 拿了养老也好, 都随你们。 我之所以选择回来这边工作, 是图那片宅基地吗? 我没想到连我爸都变成这样, 哪怕他站在我的角度说几句, 事后把钱给我哥我都不会这么难过。 如今我才发现, 心软也是一种错, 若当初我也狠心留在外面, 也许就不必面临这样的局面。 天阴沉下来, 不一会儿就开始下大雨, 我憋了很久的泪, 也合着雨水落下。 晚上睡觉时, 笑笑问我, 妈妈, 我想爷爷了, 为什么我们不回家? 我忍着酸涩说, 因为妈妈跟爷爷在有些事上 意见不统一, 所以我们都要静下来好好想想。 为什么呢? 妈妈跟爷爷讲道理也不行吗? 你还小, 有些事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过段时间妈妈就带你回去。 快睡吧, 小孩子不好好睡觉会长不高。 笑笑撇撇嘴, 好吧。 我轻轻拍着他的背, 心想再回去只能等尘埃落定, 等我哥拿走那份他认为觉得不亏的钱。 但我没想到在此之前, 我爸会以生病为由把我骗回去, 到家时才发现有客人。 我爸陪着那对父子坐在客厅, 我妈出来笑着说, 这是我们托人给你介绍的对象, 在城里开建材超市的, 家是人品都不错, 一会儿你可别给人甩脸色。 我脸色一沉, 妈, 我早跟你们说过不会再结婚, 您就直说闹这出事什么意思吧? 这是你爸的意思, 你跟你哥闹成这样就是为了钱, 你愿他去上海不顾家, 干脆你也嫁出去, 我们劳两口都不用你们养。 我没想到一度赞成我带着女儿过的人, 会最先做出这种决定, 心彻底凉了。 妈, 相亲就免了, 我自己的日子怎么过自己决定, 您跟我爸不用费心, 补偿款我说过一分不要, 我以后也不会回来了。 说完, 我转身就走, 站住。 我妈一把扯住我, 压着声音怒道,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 你这也不乐意, 那也不乐意, 是不是一分钱不给你哥才行? 你怎么那么独? 我忍着泪意说, 我一分都不要, 您还要怎样? 逼我再婚, 我不是木偶, 你们想怎么操控, 就怎么操控。 我的声音有点大, 我爸听到走出来板着脸说, 不想气死我们, 你就进去跟人家坐一会儿好好说话, 实在不喜欢, 那就再挑, 别让我满世界地丢脸。 脸面是靠自己挣来的, 不是别人给的。 我怒不可遏, 你们不用拿死逼我, 我也不会拿自己的后半生, 去成全别人的脸面。 这一次, 我走得义无反顾, 哪怕我爸怒气冲冲地追出来喊, 你今天走出这道门, 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逆女。 这话我又不是第一次听, 他之前不也说当没生过我哥, 结果呢? 我哥带点礼物, 回来说几句好听话, 又把人哄好了。 父母不辞, 子女和谈笑, 说我冷血无情也好, 往后每月该给的赡养费我不少他们的, 就算尽了最后的情分。 晚上我哥给我打电话, 才接起他就开骂, 赵东音,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白眼狼。 爸妈替你照顾女儿, 平时赚的钱也给你,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两百多万爸妈给我八十万你, 都嫌他们偏心,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吧? 爸好心给你挑个有钱的男人再婚, 你还犯倦, 你当自己还是黄花姑娘呢? 我冷哼一声, 说够了没? 我没心情听你叨叨, 要说就说重点。 他骂了句脏话又说, 你牛气, 有本事你就给爸妈写张保证书, 补偿款一分不要, 他们也不需要你养。 少把我当傻子套路, 你要当孝子, 就把他们接去上海养着, 少在那里排放。 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 再打过来也暗断。 过年我也没回去, 我爸妈似乎真当没我这个女儿, 彻底断了联系。 等我再得到消息的时候, 他们已经办完房屋土地补偿手续, 带着钱去了上海, 这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 我苦笑一声, 这样也好, 我哥满意, 他们劳两口也开心, 求人得人。 每个月我会往我爸卡里打一千块钱, 他没有退回, 也没有打个电话问一声。 知情的都说我傻, 那么大一笔钱便宜了我哥, 我白当了近八年的孝女。 每次听到这些, 我都是淡淡地笑着说, 一笔钱斩断所有感情, 也没什么不好。 我真觉得值, 起码他们已经失去 再来打扰我生活的资格。 可惜有些人永远不会管别人的底线在哪, 时隔两年多, 我哥就带着爸妈来学校找我。 我爸脸色蜡黄, 身形也比之前瘦了很多, 眼里没多少神采。 我妈在旁边扶着他, 对上我的目光有些躲闪。 我哥一如既往的没脸没皮, 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爸妈说想你跟孝孝了, 而且在上海住不惯, 我给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 行李什么的都放进去了。 说完他又看着我妈, 我还要赶今晚的飞机, 等过年再回来看你们。 我上前两步拦着他, 拿了该拿的就得承担起责任, 孝子装不下去了就把钱还爸妈。 别跟我提钱。 我哥冷着脸, 爸闲不住非要出去找活干, 结果自己摔断骨头不说, 还把人家的珍藏品弄坏了, 他们带去的钱赔光不够, 我还瞒着家里跟人借了二十万倒贴进去。 我告诉你, 这二十万就当我给爸妈的养老钱了, 以后有事别找我。 什么宝贝将近三百万? 我懒得看他那副嘴脸, 皱着没看向我爸。 爸, 那么贵的东西就算要赔对方, 也要出事购买票据和鉴定书的, 你们走法律程序了吗? 我爸突然恶狠狠地看过来, 赔都赔了, 你还啰嗦什么, 又没让你出一分钱。 我妈说得更过分, 东音, 你好歹是个老师, 你爸都这样了, 你不关心他伤得怎么样, 就盯着钱不放, 你可真是我生的好女儿。 行, 我是恶女, 你儿子孝顺你们跟他在上海好了, 回来干什么? 我忍不下这口恶气, 还有你赵忠义, 那么大一笔钱, 你说赔就赔, 爸妈不懂珍藏品鉴定你总之, 知道吧, 你们是私下商量的赔偿, 还是走法律程序? 少跟我扯这些, 我烦得很。 我哥甩开我就跑。 我大声喊道, 别以为跑回上海这事就了结, 我会查清楚那笔钱怎么赔的, 如果你参与了, 就等着法院传票。 我哥回头冲过来, 一把扯着我的头发, 甩了我好几巴掌, 叫我做事, 再胡说八道, 打死你, 我没想到他居然敢动手, 但他的反应让我肯定, 我爸受伤摔坏别人的珍藏, 这是有猫腻。 论力量我肯定占下风, 我现在只能认了这顿打, 但不代表结束。 我抬头看了一眼教学楼拐角的摄像头, 他今天别想回上海了。 我问了我妈住的地方后, 让他们先回去, 等他们一走, 我就打了报警电话, 有监控视频, 为政可没那么简单, 在派出所里, 我哥见到我时, 就跟见到生死仇人一样, 赵东音, 你个贱人, 我是你亲哥, 你TM敢告我, 注意你的态度。 民警冷着脸看了他一眼, 我哥立刻赔上笑脸, 警察同志, 我是动手打了他几下, 但你不能听信他一面之词, 是他言语侮辱我, 骂了很难听的话我才忍不住, 我爸妈可以作证。 他就是瞅准了那会儿没别人看见, 也认准了爸妈一定会站他那边吧。 我冷笑一声, 好啊, 那就让他们来给你作证。 我倒要看看老两口到底偏心, 他到什么程度, 如果这次还是颠倒黑白, 那抱歉了, 我做定了不孝女。 我哥眼珠子转了一圈又说, 算了, 我赔钱给他得了, 我多赔几百居留什么的就免了吧。 不瞒警察同志, 我爸摔断了腿, 还没好利索, 来回折腾我也不忍心, 这辈子搭上这种妹妹, 倒了八辈子眉。 询问民警看向我, 你作为受害方, 是否同意赔偿调解? 我摇头, 不同意, 如果仗着自己是男人, 仗着自己有几个钱, 就可以随便打女人, 那要法律有什么用? 我草, 我哥刚报粗口, 被民警瞪了一眼, 立刻改口道, 赵东音, 你不要得寸进尺, 真让爸妈过来作证, 丢脸的是你。 如果他们非要歪曲事实, 那我就当没这种父母好了, 我心都是凉的, 还会在乎你给的那点脸面。 好, 你要往死里, 做那就让爸妈过来, 替我作证。 我哥脸色猙獰, 到时候你就是诬告。 我会去找你们学校领导, 你这种人不配当老师, 丢了工作看你, 拿什么养女儿。 我无所畏惧, 警察同志, 他说这些算是威胁吧。 身体残缺的人都能养活自己和家人, 我好手好脚的, 还怕找不到工作。 民警皱眉, 赵忠义先生, 你确定是赵东音的亲哥哥? 我怎么就没见过你这种, 把妹妹当仇人的兄长? 他也没把我当亲哥呀。 我哥还委屈上了, 我在上海成了家, 他怨恨我不顾父母, 老家房子跟田地被占的补偿款, 他也不愿意分一点给我, 还是我爸妈看不下去给我一点, 结果他就跟父母吵架, 还逼他们去死。 我爸妈没办法, 最后只能去上海找我, 偏偏我爸替人干活, 不小心弄砸了, 赔了一大笔钱, 还摔断了腿, 我东挪西凑弄了二十万, 才凑够赔偿金。 赔的那些钱我一分, 没跟东音要, 我都做到这份上了, 就让他以后照顾一下爸妈, 不过分吧。 我抱着手臂冷眼看他, 鞭, 你继续鞭。 民警摆摆手, 行了, 你们要扯家事回去扯, 先谈打人赔偿拘留的事。 赵东音女士, 你确定要找父母过来作证吗? 是的, 麻烦你了。 说一下他们的电话, 我按流程办事。 民警记下电话后通知我爸妈, 在折回来时脸色很难看。 估计电话里, 我爸妈说了很难听的话。 赵东音, 你是不是要死? 把你哥送进牢房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我妈进来, 剔头盖脸就骂。 我爸也是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要知道你是这种人, 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把你生下来。 这就是我的父母,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他们对我的恶意大概源于我五岁那年, 我哥带着我出去玩, 他逞能跟人打架跌破了头, 差点一只眼睛就瞎了, 回家后却说是我把他绊倒摔的。 结果就是我被我妈打了一顿, 屁股上的红痕肿了三天。 他不信我的说辞, 我哥也威胁我, 如果敢找那几个打架的对质, 就把我丢进河里淹死。 那时候的我除了恐惧和愤恨外, 就只能牢记, 以后再不跟他一起出去玩的道理。 这三天里, 我哥躺在床上有红糖鸡蛋跟肉粥养着。 我不想跟你们吵, 请你们过来是回忆一下, 在学校你好儿子打我嘴巴的事, 到底是我说脏话激怒了他, 还是问起那笔赔偿金, 戳到他的痛脚, 恼羞成怒动手。 民警也说, 两位注意态度, 你们要对自己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我妈立刻说, 还不就是为了钱的事, 东阴嫌我们老得老残得残不愿一样, 逼着忠义带我们回上海, 他说话又难听, 忠义气不过才打了他两下。 民警看向我爸, 赵海先生, 你看到的事实也是这样吗? 差,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难听话, 谁上了火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我爸也睁着眼睛说下话, 呵, 还真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呢。 民警也看出来一点苗头, 赵东阴女士, 你这边如果没有别的证人, 我建议还是赔偿调节解决。 法律讲究的是证据, 遇到这种无良, 偏心父母, 根本没办法。 我哥得意地看着我, 丢了两百块在桌上, 诺, 算是高额赔偿医药费了, 一巴掌一百块这钱, 你赚得不亏。 我反手啪啪两巴掌甩过去, 不用赔了, 扯平。 我哥被我打蒙了, 跳起来就要还手, 贱人, 给你脸了。 民警一把拽住他, 差不多得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心里都有数, 签了字赶紧走, 这里不是菜市场。 拘留他, 凭什么老子打人就要扣下来? 我哥既觉得丢脸又愤怒, 警察也不能包庇, 不然我举报你。 民警敲了敲记录本, 冷声说, 你的言行激怒了赵东音女士, 导致他产生过激反应, 就跟你父母为你作证的说辞一样, 如果不愿意和解, 那就都拘留五天好了。 我妈拉着我哥劝, 算了算了, 你还要赶着回上海呢, 耽搁了可不好, 再说拘留以后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他又瞪着我妈, 你长能耐了, 连你哥都敢打, 是不是哪天我跟你爸惹着你, 还要动刀子杀人? 怎么会? 恶人自有恶人魔。 我在询问记录上签名后, 干脆利落地离开。 他们把儿子当宝贝, 没吃够苦头, 那就继续享受, 摔坏别人的珍藏赔钱是圈套, 也好意外也罢。 我不会傻乎乎地当恶人了。 回学校后, 我找教务处说了大致情况提出辞职, 我很肯定我哥打定主意, 让我照顾爸妈, 不然绝对会闹到学校, 用留言把我逼走。 该给的赡养费, 我照常打, 至于照顾。 我怕对着他们连饭都吃不下, 跟吞了苍蝇一样恶心。 校方同意我辞职, 但不可能今天说明天就能走, 我买了点东西去爸妈那, 避免他们来闹。 滚, 我没有你这种女儿。 我带的东西被我爸扔出门, 骂人就骂人, 拿吃的出气做什么。 我妈把几袋营养品捡起来后, 邪了我一眼, 你爸还要去医院复查, 你留两万块钱, 等他气消了再来。 我把钱包里的几百块拿出来, 多的没有, 针紧着医药费, 让你好儿子先打一点, 反正他随便找找, 都能借到二十万。 他指着我手指, 恨不得对我脸上, 你每个月好几千的工资, 还有奖金, 加上那个死男人留得少说, 也有十几万, 你拿几百块打发叫花子呢。 妈, 我是你捡来的吧? 这话, 我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熬得一声哭起来, 扯着我又撕又打, 不孝女, 我怎么生了个畜生不如的不孝女啊? 当初要不是看在你学习好的份上, 忠义怎么会连大学都没面, 就出去找工作, 你不体谅他就罢了, 还说出这种丧良心的话气我, 你不怕天打雷劈吗? 我用力掰开他的手, 他跟人打架, 被学校开除, 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没机会上大学, 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我爸还跑出来帮枪, 就算你哥考不上大学, 怪他自己, 但老子如果不供你上大学, 把钱拿给你哥做生意, 他就不用给人当上门女婿。 我都被气笑了, 爸, 人在坐天在看, 我上大学学费第一年, 用的是助学基金, 后面三年有奖学金, 生活费是我勤工俭学赚的, 你们就在我开学时给了一千块。 那时候, 你们是怎么说的? 我帮您回忆回忆, 您说我哥想开个发廊到处找钱, 您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给他, 只给我两个选择, 要么放弃上大学, 要么自己想办法办公办赌。 爸, 您还好意思说我上大学, 花了我哥的钱吗? 他被我赌得哑口无言, 只能一个劲地撵我滚。 我巴布的有这样一场争执, 短时间内他们绝不想再见我, 正好处理完辞职交接的事。 我带着女儿离开那一天, 如他们去上海的时候, 也许等某天从别人口中得知。 如果可以, 余生我都不想再见到他们。 我没有再去找工作, 在一个小城市开了家花店, 顺便捡起我曾经喜欢的设计知识, 断断续续 也会接到几个订单, 日子平淡安宁。 女儿一天天长大, 没有因为缺失父爱性格偏激, 她很快乐, 我也一样。 我们心里都没有沉重的负担压抑。 这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是老家派出所的民警, 说我爸病重住院, 却无力承担费用, 我妈去警局大闹, 让我打钱。 我每个月都会给他们打钱, 零五年到十四年, 每月一千, 之后到现在每月一千五, 该承担的赡养费我负责了, 你们应该通知他的孝顺儿子赵忠义, 毕竟当初两百多万的补偿款, 我可是一分没碰过。 对方叹了口气, 你说这个情况, 我们会及时联系。 作为子女,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在你的经济承受范围内, 你还是有义务承担部分治疗费用的。 那就等你们先联系了他儿子再说, 那两百多万他不交代清楚, 也就没必要联系我了。 挂了电话我心头空落落的, 说不上难过还是不难过。 之后我没有再接到电话, 我更不会主动打过去。 不值得惦念的人无需问候。 几个月后, 我哥又给我打电话, 直接说, 罢莫了, 走之前的住院费, 还有殡葬费都是我出的, 妈这边该轮到你负责了。 我恍然片刻, 她是你妈, 我养不起, 也不配做她女儿, 当初你怎么把人哄去上海的, 以后也好好哄着吧。 赡养父母是义务, 你信不信我去法院告你? 我痴笑, 这些年我每月都给他们打钱, 你呢? 真要走法律程序, 我奉陪。 行, 你等着, 老子先在网上搞臭你, 不笑父母, 网抱你, 看你还有没有脸活。 我不像你这种臭虫, 去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 你尽管报, 到时候法庭见。 我冷静淡然的态度, 气得她直接挂了电话。 我知道, 这是没完, 她会想尽办法把我妈推过来, 哪怕不要脸, 她想跌落泥沼, 那我成全她。 事实超乎我的想象, 她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 让我妈当着镜头哭诉我如何不笑, 如何在我爸活着时说尽刻薄的话起她们。 这样的视频吸引了无数看戏的网民, 还做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视频号, 卖惨圈钱不是什么大新闻了, 但噱头吸引人。 我一直诉状将我哥告上法庭, 不仅是污蔑诽谤, 还有十年前那件摔碎珍藏品诈骗案。 她以为我真的会毫无准备, 对待小人一味地退让和回避没有用, 只有把她一次打趴下才行。 我给过她机会, 她不珍惜, 这次真的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了。 你个贱人, 没人要的破烂货, 老子当初就该弄死你。 这就是十年后再见时, 我哥的开场白。 我不喜不怒, 如果你继续用这种态度说话, 我不介意在家一条人身安全威胁起诉。 我妈仓老得跟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样, 难怪能博得那么多人的同情, 看起来是挺可怜。 但老人就一定可怜吗? 不分好坏。 她大概上镜习惯了, 见我就憋红了眼眶, 你爸已经被你气死了, 我当养了个白眼狼, 不指望你养老了, 你怎么还要断了我的活路? 是不是非要我死在你面前, 还是要我给你磕头求饶? 我磕行吗? 说着, 她还真跪下去, 脑门磕在地上几下就红了。 我侧身让开, 你们母子这套道德绑架完的可真溜, 至于谁是白眼狼等法院审判后一清二楚。 法庭上不是谁撒泼, 谁哭得可怜谁有礼, 我提供的每月打款记录清清楚楚, 我哥又承担了什么呢? 他很会给自己找托词, 05年, 他们去上海吃得住的都是我安排, 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 07年, 我送我爸妈回老家的时候, 一次性给了他们五万的现金, 还给他们租了房子。 去年, 我爸并未住院的费用也是我结的, 还有安葬费, 七七八八算下来也花了四五万。 还有, 赵东英不愿意赡养我妈, 也是我接到上海照顾, 这些都是我承担的。 我请的律师苏江问他, 赵先生, 你支出的这些费用有切实可信的凭证吗? 给我爸妈的现金, 我总不能每张都记编号吧。 我妈就在这儿, 不幸你问她有没有收到钱。 医院结算单我有, 至于农村丧葬费用那些, 谁给你开什么发票啊? 我妈立刻说道, 是, 我儿子那次回上海前, 给我留了五万。 苏江又问, 孙女士, 你确定收到了五万现金? 你怎么那么烦? 我妈气鼓鼓的, 我说了, 是五万现金, 你耳朵聋是不是? 苏江笑了笑, 好吧, 那我换一个方式, 那五万块你跟去世的丈夫, 大概用在了哪些地方? 多久花完? 我妈不耐烦地回到, 就平时吃得用的, 还有老头子去复查花销啊, 我哪里记得那么清楚。 我这里有一份07年到10年 安市桥头镇人均消费支出调查资料, 另外还有赵海前前后后, 到医院就诊的费用支出资料, 以及他并未去世前 零星务工的收入证明。 苏江把证据提交给法官,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推断出赵海跟孙女士, 从上海返回安市生活期间, 如果有赵先生给的这笔额外资金, 用去哪里了, 很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也让人费解, 赵海间歇性存入银行的钱最多的一笔是三千, 少的时候几百, 为什么五万的一笔现金不选择存入银行呢? 我妈尖叫道, 那是我儿子给我的钱, 我偷偷藏着的, 谁规定有钱一定要存银行? 苏江问道, 零七年的五万块是一笔不小的金额了, 在桥头镇那样的地方, 孙女士花去哪了呢? 毕竟你们当时最大的支出, 只是赵海到医院付减。 医保报销后, 算下来那几次的费用, 实际也没超过一万, 而且他回去没多久就开始务工, 收入基本能支撑两个人的日常开销, 而且我当事人每月支付的赡养费, 你们是取用了的。 我妈捂着脑袋开始演戏, 哎哟, 我头疼, 我记不得了, 好几年的事了, 我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哪里记得清? 苏江看向我哥, 既然孙女士不记得那笔钱怎么花的, 赵先生的资金来源总记得吧。 我哥也开始耍赖, 我记不得犯法吗? 怎么, 我就有不起那五万块? 苏江摇了摇头, 好吧, 两位看起来记性都不太好, 不过我的当事人向父母提供的赡养费, 可是清清楚楚的。 赵先生跟孙女士却公开在视频平台, 污蔑他没有尽赡养义务, 这个行为严重影响到我当事人的生活。 这是我跟平台协商后提取的视频资料, 还有赵先生在两个月前, 电话威胁我当事人的录音, 他把优盘承交上去, 法官宣布暂时休停, 苏江笑着跟我说, 别担心, 这种官司如果都会输, 我明天就丢了律师证, 去你店里当打工仔。 我没有不信任你的能力, 只是希望这件事快点结束, 跟他们断得干干净净。 赖蛤蟆毒不死人, 但恶心人。 我哥和彻底翻脸的妈就是如此。 结果不出意外我胜诉, 我哥不仅要赔偿给我造成的名誉损失费, 还要刑居一年。 关于那两百多万的诈骗罪, 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不仅扯出跟他合伙诈骗的那个家伙, 又加了四年的刑期。 至于我妈, 考虑到他上了年纪, 且在诈骗一案里也是受害人, 我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但接到身边赡养是不可能的, 我只需要承担他日后每月五百块的赡养费。 毕竟他还有一大笔我哥赔偿的经济损失呢, 剩下的日子, 每天找两个保姆照顾都不成问题。 该赔偿的赔偿后, 没多久李婷就跟我哥离婚了, 他也不无辜, 我不信当初打那笔钱的主意没他的份。 网上依旧有那些脑子不清楚的人, 骂我冷血, 把亲妈告上法庭, 送亲哥哥进监狱。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笑笑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她安慰我, 妈, 爷爷奶奶固然可怜, 但那是他们做错事得到的惩罚, 我不觉得你做错了什么。 你奶奶我不想提, 对你爷爷我确实有亏欠。 他临终前住院的时候, 如果好好治疗未必没有生的希望, 但我做了跟赵忠义一样的选择, 都没有出钱替他治疗。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是不是真的冷漠无情, 因为曾经的怨恨断了我爸生存的可能。 我无法想象他在最后的日子里遭受的煎熬, 从医院拉回去只能等待死亡。 他有没有后悔过?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我会救他, 接着揭露我哥犯下的罪孽, 在当面问他一句, 你可后悔宝贝了一辈子的好儿子。 三年后, 我接到医院的电话, 我妈并未想再见我跟笑笑一面。 我不想去, 但没有替笑笑做决定的权利。 笑笑, 你想去吗? 妈, 我们一起去吧。 爷爷去世的是你一直挂在心上, 我知道你内疚, 所以这次不要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了。 好, 第二天, 我们到了医院。 我妈看我的眼神像一条毒蛇, 她断断续续地说, 下辈子我还想当你妈, 生下你的时候就把你。 拿尿盆淹死, 我还剩很多钱, 都留给我儿子, 等她出来。 照样弄死你, 她又看向笑笑, 还有你这个杂种, 跟你妈一起死。 笑笑又惊又怒, 气得抹眼泪, 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母亲, 你不配。 残酷的现实跟她以为的道别, 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让笑笑先出去, 这才冷冷地看着我妈, 就凭你刚才那些话, 我会不遗余力让你的好儿子, 尽快下去陪你。 别忘了, 她现在还坐着牢呢, 里面不缺恶人。 而她只是猪狗不如的坏东西, 跟恶人比起来差远了。 我妈瞪大的眼睛哪怕浑浊, 依旧充满恐惧和愤怒, 枯瘦的手没有张法的乱抓, 喉咙跟被堵住一样, 咕咕咕地响了一会儿, 也没能说出一句话。 她死了, 瞪着眼。 我一点都不害怕, 连对我爸仅剩的那点愧疚, 也烟消云散。 这样的人不值得。 余下的时间, 我会尽全力做一个好母亲, 在临终时让我的笑笑忠心地说一句, 妈,下辈子我还做你女儿。